大家好,这里是苏晓鸥批评书 今天我们说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细节 先跟大家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看大家的观察能力怎么样 就是在美国的民主党的流氓政客里面 这个区域因素的很窄的 在美国的民主党的流氓政客里面 有两个人,这两个人还是两个女的 两个母的,他们两个共同特点 就是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他们笑起来无法停住 我们都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笑不露齿 你在公共场合的情况下,你要含蓄一点 你不能浪笑,你不能狂笑 因为这不得体嘛 你从简单的文明的这么一个维度去看的话 你在公共场合哈哈大笑 笑的跟神经病似的,总归不大好嘛 是不是,尤其是在公共场合下 人家觉得你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 你猜猜有哪两个人猜到了吗 一个人我再提示一下,一个人笑起来 是什么就是全身就是抖动啊,双肩都 哈哈哈哈,就是一笑就是一分多钟啊 而且连续笑,一次笑完还不够 还要继续笑 还有一个人就是仰天大下 哈哈哈哈哈哈 也是一个女的啊,两个女的 她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嘛,有时候觉得这个一个人笑就笑呗 说明他心情好呗 但是你想想他也是一个这个世界文明的政客啊 流氓不流氓再说啊 他在世界上很有名的 他笑成这样,他是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呢,是不是啊 我们就就觉得你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没见过这么在公共场笑成这样的 我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吧 第一个就是媳婆,是吧 媳婆,媳婆笑起来 眼睛往上翻 然后呢一张这个 老年吃来的 因为他不叫老年吃来的 一张这个肉都是垂下来的 那个脸呢就看着 他有人说这看 还有人发现啊 给他把个照片放大以后啊 他笑的哈哈哈哈 然后舌头上面呢 啊,还能看到一个小窟窿 一个小洞 说明他有这个要么是溃疡吧 要么就是里面肯定有什么伤口什么的 啊,另外一个大家也猜到了吧 就是著名的这个伪总统的副手啊 伪副总统这个哈达妈啊 那笑起来 那就花枝乱颤啊 那叫一个真是吓死人 而且嘎嘎嘎跟乌鸦似的 知道吧 而且一笑就停不住 一一场下来的话笑好多次 笑的人一开始听吧 觉得挺好玩 听多了吧 觉得特别顺得慌 然后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么一个细节呢 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 有些人呢 美国有些这个老美啊 他们特别爱观察 而且他们都有科学训练嘛 他们就讲啊 他说这种人呢 在公共场合下面 突然就狂笑 而且无法抑制 这是一种病你知道吗 而且是种非常严重的病 而且在这个医学的这个叫做什么 临床上面呢已经被早就被发现的 而且已经找到了这个相相应的来源 和来龙去脉的一种病 叫哈哈病 真的一些中国人叫哈哈病你知道吧 叫笑病或者笑死病 有很多人啊 你别看他现这会儿笑的这么开心 笑的这么哈哈大笑 笑的那浑身的肉都抖动啊 其实他最后死他就是死于这个笑 他会大笑而死啊 那在医学上叫什么病呢 叫库鲁病 真的呢 库鲁病 库鲁是怎么写的 就是KURU 知道吧 就是库鲁 库鲁病 我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资料 哎果然有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库鲁病已经是在 叫什么来着 197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 或者是医学奖 讲给了一个这个叫做 两个人 一个是叫做什么布隆伯格 巴鲁克布隆伯格 另外一个人是 Daniel叫什么 盖土谢克 讲这么两个人啊 卡尔顿 这两个人在1976年 因为这个找到了这个 库鲁病的乃龙去脉 而得了当年的这个 洛博尔的医学奖 哎你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吧 哎他说这个库鲁病是个什么病呢 是一种不可以治愈的 一种退化性的人体传染性 海绵状脑体 一般认为其病原体 是有这个叫做什么 一种蛋白 还还这个科学术语 我也不懂啊 一瞧不通 一种蛋白性的现象 症状的主要有什么 头痛 关节痛 四肢猛烈抖动 然后呢 后期症状则是 脊髓小脑共济失调 然后呢 精神分裂 失忆 大笑 而且往往是在哈哈大笑中 不治而死 所以称为笑死病 或者哈哈病 里面有很多个特例 首先她头痛 非常的痛 第二就是什么呢 关节痛啊 你看他这种病你知道吗 希拉里也是这样子的 西伯也是这样子的 哈里斯哈达妈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病从哪里来的呢 是在1950年的时候有一个病例 讲的是在巴布亚基雷亚叫什么 一个部落里面叫内亚法部落流行的一个病 而且这个病的主要是发生在女性的身上 和孩子儿童的身上 一般男人很少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女的就是得这个病 哈哈病啊笑的跟跟啥跟渗得慌 跟鬼笑似的啊 所以这个病他从哪里来的呢 他是从这个布落里面的这个族人 他们有一个非常野蛮的行为 就吃人他们当地的人如果死了以后 他们的遗体是不埋的是把它吃掉的 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吃吃的最后 完了以后就得着这种病了是吧 尤其是吃这个人的这个脑部啊 和手足部的这个肉的这种人呢 更容易得这个病是吧啊 所以呢最后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了这个一种什么普利昂 蛋白含量较高的部分 然后完了以后就导致这种什么骷髅病 当然呢有很多其他的说法 说这个这个布落里面呢将骷髅病呢 一开始大家都不明白嘛 为什么对这种病最后一笑笑笑 突然就死了啊 被称为是一种巫术诅咒的后果啊 这个然后呢他们诅咒完了死了以后呢 认为这种女人呢肉味还是挺挺香的 而继续吃啊身体干净的还是可以试用 因此呢这个每次在这个病毒都是死人以后 在这个葬礼上面他们当那边的葬礼呢 就是一方面呢这个这个吹来弹唱的 因为外面就吃人肉啊就葬礼 它是其实是这种大宴的宴席啊 这问题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老家啊当然不是吃人的 我们这个老家就是这个南方啊 我不知道北方是不是啊 就是家里死了人以后就是要摆宴席啊 尤其是老人去世的以后摆宴席 我们叫做叫叫叫做什么葬礼饭 那要大摆宴席知道吧 所以呢你看上去是个很悲痛的事情是吧 但是呢大家亲朋好友的隔壁邻居呢 然后好几百人都聚弄在一块 然后大吃三天天天吃天天喝酒 这个东西跟这个库鲁宾的一样的是吧 库鲁宾那边的人他也是人死了以后 他不是说哭哭啼啼的 不是像西方的藏民一样的啊 然后就请个牧师来祷告啊 然后就来安葬啊 然后摆一把香花不搞这些事情 他就是吃是吧 他很很有意思啊 然后这个这两个科学家啊 就刚才说德罗吉两个科学家 1957年呢 他们就深入到这个部落啊 就反了一部落 就一边呢就学习当地的这个那种语言啊 一边呢就是那开始呢 记录他们那边那些人的生活方式啊 然后呢就找到了这个 这个库鲁宾的一些详细的资料啊 所以说当地人在无知下 对库鲁症上的证断 其实很有科学根据的啊 其精准都几乎可以 现代科学证断相比理啊 然后说这个说这个病呢 那得了以后呢有三个阶段啊 那第一个呢还可以就是走路 所以有时候但是走路走得非常不稳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视频里看到 说这个西那里这个人呢 走路是走不稳的 经常会摔倒是吧 他经常会下楼梯啊 或者是走路摔倒 所以我们看到好几好几个视频 在转西那里的视频 说他这个有一次上车 一个就黑色的一个大的一个SUV是吧 然后上车 然后突然就来了两个男的啊 后面还有个女的三个人把他架着 就把他抬到那个车里去了 所以很多这个爱国者啊 很多川普的支持者 就说这个西那里是被军队抓起来了 送到这个是关塔拉伯去了啊 所以西那里现在现在都是假的啊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 我觉得可能更有道理啊 就是西那里他因为得了这个库鲁病 他可以走他有的时候没事的 一阵一阵的知道吧 但是呢有的时候突然就是就是重心不稳 就是摔倒了腿没劲 然后呢然后必须要有人给他架着是吧 就是所以这是属于第一个阶段 就有一些行动能力啊 还可以坐还可以走知道吧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旦坐下来以后 就站不起来了我跟你说站不起来了 哎有很多人站不起来 所以呢这个东西已经是很严重的 叫第二阶段呢啊就是无法走路了 无法站立起来的哎 我们看到当时这个老妖婆也是这样子 老妖婆不是黑命跪下跪吗 是不是下跪了以后就站不起来了 其实你想想也不至于吧 我觉得怎么会站不起来呢 肯定他也肯定有库鲁病 老妖婆也是喜欢笑 经常笑的跟跟啥似的哎呦 还有还有还有自己还80几岁的人呢 就是还做了个农胸 搞得这么这么这么事业性还挺深 就是这个变态你知道吧 比如说他80多岁的你农个胸干嘛是 是不是你胸像挂的吗 两堆人有什么意思呢 性感吗还招年轻的男孩吗 我觉得挺有趣的啊 第三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是叫做睡下去了 然后呢这就不行了就瘫痪了知道吧 基本上他说这个到睡下去的时候 所以当地人就已经准确的观察到 这个人马上就死了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看到他们 哈哈躺在床上笑 所以你现在看到现在你在公共场合笑 和这个哈瑞斯在公共场哈哈大笑 距离死亡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也估计不远了啊 这个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个库鲁病的研究啊 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得奖呢 诺贝尔医学讲呢是因为他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蛋白 就就刚才刚才说了吧 叫普良蛋白啊 这个其他的有些病也与这种情况有关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听过的叫风流病 知道吧也与这个这种普良蛋白的这个缺失有关啊 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呢然后整个医学呢就因此呢就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后有些疑难杂症啊 什么骷髅病啊什么风流病啊 这些都可以医治了 所以哎这两个人得了医学奖了 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啊 不是说这个什么啊 来来来来探讨医学问题我也不懂 是不是我们就讲还是什么呢 就像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环节 首先第一为什么这两个坏女人她在公开场合笑成那样 并没女想象那么简单啊 你以为啊这个这个尤其哈尔医学笑成那样 说明她性格豪放没那么简单 我跟你说女人她都很装的在公共场合 那都是很含蓄的要表现出自己这个大家闺秀的感觉啊 是不是啊 那个伪善得体那是人的一个常识性的追求 那怎么可能在公共场合笑成那样呢 是不是 那是因为她控制不住 她缺少这种什么叫普利昂蛋白 所以就导致这个就不是缺少 还是还是太多了呀 我看看啊 不是的 它叫做普利昂蛋白感染啊 就感染了这种普利昂蛋白 所以导致这个东西即不是多也不是少啊 就感染了普利昂蛋白 那它一定是有病 那这个病从哪里来的呢 那刚才也说了嘛 是吃死人吃人肉吃喝人血 知道吗 这个这才是今天我们说这个节目的逻辑 这个这个重点啊 今天的西方社会啊 有一些这个优秀的精英们啊 真的是就是又有钱又有事 他们特别想延练一寿知道吧 所以我们之前也说过由于就是小孩身上 有一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 他释放出一种情况肾上腺素红 是吧 然后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把它从眼睛里面打进去 这其实是一种吸血的行为 知道吧 就是它从是从小孩里的血液里面提炼出来的 然后呢打在这个那些坏政客坏人坏人的身上 这虽然它没有直接像这个库鲁兵的人的 当地的布囊人员直接吸血吃人肉 可是它依然是一种吸血的行为 叫吸血鬼 那我们知道这个吸血鬼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啊 那吸血吃这个吸血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吸血这个少年人的那种那种什么肾上腺素红 让这些老东西看上去很年轻很漂亮 人都爱美嘛是不是 这背后有一个惊人的阴谋就是所谓的撒旦教 这个撒旦教是个是个非常邪恶的东西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 它就有撒旦的是不是 然后你上来圣经里的第一卷说就是约伯记 是吧约伯记上来就讲撒旦是吧 所以撒旦本来是个天使嘛 完了以后呢是堕罗天使嘛 然后他跟上帝对话 然后他就说你你的他对上帝说 你这个你的一个好的一个门徒啊 一个好啊叫约伯啊 看上去很是个艺人啊 可是他不见得啊 我去实验他一下 哎上帝允许他实验 这就是约伯记嘛 上来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场景 一个上帝和这个魔鬼和撒旦 就是设定的一个计划 所以后来有很多座文学的人 像戈德他写了一个福尔德记 就讲了一个那个谁 魔鬼和这个叫叫福尔德大赌 说你去做一个事情 你不能满足 一旦你满足你就死了 这都是学的约伯记 知道吧 所以撒旦这个东西在圣经的 创世记里呢 那就更是啊 这个对夏娃说 你这个果子啊 你可以吃的啊 吃了以后不见得会死 是吧 撒旦这个东西绝对是诱惑人类犯罪的元凶啊 但是今天的人类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撒旦教 在撒旦教的这个秩序下面呢 这个撒旦被描述成为一个知识的 又聪明又美丽啊 又呢这个有智慧 而且敢于挑战权威啊 又有自由的这种意志 是一个完美的典型 所以他们叫撒旦教嘛 撒旦教有一里面有一个支派叫什么来的 叫ona还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啊 这个东西我没查资料 他们就是吸血鬼就是吸血鬼 就是从年轻人身上 尤其越练一圈越好吸血 今天的撒旦教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西纳里他们这帮人都是撒旦教的人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精英啊 什么奥巴呀什么什么什么 哎呦这些个那些个的 我告诉你他都是都是这些东西 为什么那个叫什么爱普斯坦 他搞了一个性爱小岛 你以为那些人过去就 就是我完全是为了一点性的满足吗 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在他们看来 已经很低级了知道吧 他们去那里主要是吸血鬼搞这种事情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你说你说你要你要搞一个什么变态 你说罗马那帮那帮天主教的那帮家伙 他在在他们地下室他也搞这些事情 他犯不着也要飞到那个小岛上面去 你说是不是 哎所以很有意思啊 从这个骷髅兵到这两个流氓政客啊 哈哈大笑这么各种奇形怪状的那种公共行为 你会发现这背后的水深着呢 我跟你讲 所以我们呢都是小老百姓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呢 坏起来比你想象的要坏得多 你根本就无法想象这个世界 一些人到底有多坏 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些韭菜 我们这些老百姓啥都不知道 就被他们忽悠知道吧 哎呀就是真的就是圣经里面讲的 这是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啊 真的是有些事情你无法想象 所以呢我就今天跟大家讲这么一个 骷髅兵的来龙去脉啊 然后讲讲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坛呢 为什么今天搞成这样 为什么川普总统会遇到他们赶走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他们有一个巨大的你无法想象的势力 超级巨大真的是说起来 真的是要说好多好多时候 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说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谢谢大家